这样子的 你的学校老师 他要班了 就是你的GuruClass 学校的班级老师 他要班去别的学校 就是你的班正在打算 要班约看 这个关键字 就是我们要跟他讲一个 拜拜 就是要跟他讲分手 要跟他讲拜拜 OK 作为一个所谓的班主任 就是你要好好的去传达 一个所谓的一个 在那个宴会那边 OK 就是你要跟他讲拜拜 你要跟他 farewell 然后你今天要写一个 那个学校老师 然后你看你所写的那个东西 要写多少个字 80个字到120个字 这样我们有第一题 跟这个第二题 OK 很简单的 这样一个所谓的 讲拜拜的这个对白里面 我们要讲的重点就是 我们要跟那个家长 我们要跟那个老师讲 因为我们的重点 第一 我们的概念 对白里面的那个对象 就是我是一个学生 OK 我是一个所谓的 这个是我的角度 这样从我的角度里面 我一定要跟他讲一个 要跟一个人讲 就是一个老师 而那个老师 就是我的谁班主任 OK 这样我们要记得 写这种所谓的东西 你还有另外一个重点 就是你要记得一个很简单的关键字 人 是 OK 十 那个 第五 OK 人 是 第五 什么人 要跟他讲 thank you 我 就是你自己 我是谁 我是老 我是学生 OK 叶老师 我是学生 我是叶学生 然后你是红学生 你是这样读啊 Cheris 你的名字叫Cheris 可以这样读吗 可以吗 对啊 然后你是Cheris 这个学生 你是个人 这样你要谢谢老师 所以那个名字是什么 红老师啦 叶老师啦 陈老师啦 李老师啦 红老师啦 潘老师啦 等等的东西 这是人 然后事情呢 什么事情 你老师要 离开的 他不是退休 看清楚 你的老师是离开的 他是离开了 搬走去别的学校 他搬去别的学校 可能去做校长 OK 可能去做校长 或者是可能做副校长 他从你的班主任 一个普通的老师 他要升职的 搬去别的学校 去那个所谓的 做副校长啦 或者是校长 你自己想象 然后时间是几时 maybe下个月就要搬了 他不可能明天搬 你就要跟他讲拜拜的吗 他可能是下个月才搬 然后在这个时候 这个月跟他讲 OK 你不要跟我讲 到最后 这个是zoom meeting来的 OK 不要这样子吓他 我们只是zoom meeting 跟你讲拜拜 不要这样 OK 地方呢 他搬去哪里 他在什么学校做工 他在这一个学校 maybe你的学校的名字 Chelice 你的学校名字叫什么 学校名字 SJKC 潘命 潘命啊 是吗 潘命 OK 比方说你自己学校 SJKC潘命 OK 他在这边 这个学校里面 做好工 大概 老师服务了 大概10年 15年 他终于可以搬去 别的学校 在Srawak那边 OK 做了那个 做一个副校长 之类的 他搬家了 这样你会送 什么东西给他 OK 有什么东西 要跟他讲 就是他教了你 什么东西 他教了你什么东西 他教我们国语的 他教我们数学的 然后他在 课堂上的表现 是怎么样 然后到最后 你要送他什么礼物 类似这样子 所以你这个是一个 欢送会 OK 所以你这个是一个 欢送会 欢送会 要跟他讲 拜拜的 一个 欢送会 好 你要跟他讲一个 拜拜 我是班长 要跟你讲 谢谢 我的班主任 OK 因为你做了很多东西 人事实地物 OK 我要欢送会给他 好 这个就是我们的重点 OK 所以你们记得 现在如果你没有纸张的话 没关系 你们在你们的 这个所谓的那个 作文纸那边 拿你的作文纸出来 OK 然后你在上面 给我写一个关键字 OK 拿你的作文纸出来 给我写一个 关键字 叫做 Madris Pepisahan Pepisahan是分手 离开了 分手了 跟老师 那个所谓的分手 那个 Kulukas 然后你加一个 所谓的那个 Uchapan 有写一个老师 OK 或是班主任 欢送会的这个 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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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座 不讲座 对白 讲座 演讲 OK 写要去演讲 就是那个所谓的那个 班主任 欢送会的演讲 你们写要去这个东西 OK 在你的纸上那边写 就是说我们现在 要跟他讲一个 拜拜 你要离开的 OK 然后你要记得 你的身份 我是一个校长 我是一个所谓的那个 班长 要跟他讲拜拜了 所以这个关键字在这边 然后你们写这个 人 是 实 第 物 OK 你们写一个 人 是 实 第 物 OK 人是什么人 就是你的那个 老师 你的那个班主任 我们写国语啦 古如 class 是你的老师 还有你是一个什么身份 你是里面有什么人 你是什么身份 你是一个 cadu class cadu class是班长 来下去 然后你是老师 你是那个 是你班主任 然后你自己是 那个所谓的那个班长 OK cadu class cadu class 开问啦 OK 你是那个班长 OK 小心啊 OK 你是一个 手回的那个 离开了 离开了 跟他们讲 拜拜的 然后事情呢 事情就是要 欢送 欢送 OK 欢送他们 事情是 欢送他们 为什么 因为他们 已经是要 离开了 alright 你们要离开了 你的那个 所谓的那个 校长 你的老师 要离开了 去 maybe 可能啊 他们去当 这个所谓的 Guru Bassad OK 这个是你的 idea 你的概念 你的idea 他要当 这个 Guru Bassad OK 他要当 这个 Guru Bassad OK OK 我们看一看 这个 然后事情是什么 时间是什么 时间是 maybe他 Bassad Bassad 下个月 要走了 OK 他下个月 要走了 要离开了 这是Bassad OK 这样你在什么时候 搞 就在今天 今天要跟他 讲这个 所谓的 欢送会 OK 这个你的概念 那搬去哪里 搬去 去沙拉网的一间学校 搬去沙拉网的一间学校 OK Sekola 的沙拉网 然后 那个物品是什么 就是说老师教你的 那个科目 是 maybe教你 Sheris 你最喜欢的科目是什么 在学校里面 你最喜欢的科目 国语 英文 科学 数学 华语 你最喜欢是什么 华语 女啊 OK Bassad 清的老师 他是你来教你Bassad 清的 教你华语的 然后 红恩 你喜欢的 在学校里面 喜欢的老师 男的还是女的 红恩 红恩 你的学校 你喜欢你的学校 老师是男的还是女的 学校那个 你最喜欢 学校老师 女的 喜欢的 喜欢的 女老师 喜欢的 女老师 OK 他是一个 Guru Burunduan 那个所谓的 非常的细心 非常的好 对学生 非常的亲切 亲切 类似要描述他多一点 OK 描述他多一点 OK 亲切 当你懂了 这些概念 你懂有什么人 你懂什么事情发生 你懂什么时候 要做这个事情 还有在什么 什么地点 他搬去一个 新的学校 在什么地点 还有他教你什么科 他是一个亲切的女老师 还有他教会了你什么东西 当你懂了这些东西过后呢 你写这个讲座会 会更加的容易 会更加的方便 OK 这些就是你的概念 OK 来 把他给下去 这个东西 好了 然后我们看下一个 重点是你要跟他讲 谢谢 OK 你要讲 谢谢 thank you 因为你是欢送会 你不可能在欢送会的时候 跟他讲 我最讨厌就是这个老师 活该 你被绑走 OK 不可以这样的嘛 很丢脸 那老师 OK 很伤心 好 先抄这个东西先 俊阳你听到我讲话没有 抄下去这个东西 人事实地物 欢送老师 欢送会 好了吗 俊阳 听到吗 Alec A OK Cherry超了 可以 可以 可以哦 看 不可以 不可以 啊 谢谢观看 我们现在正式开始了 我们要写我们的东西了 这边 OK 一开始 这样子问一问先 你们 有没有在学校 欢送会过一次 有没有在学校 欢送会老师 欢送老师走 没有了 洪恩有吗 很多次 很多次 这位老师这样厉害的 离开你的学校 OK 这样你欢送会的时候 校长有在场吗 洪恩 你在欢送会的时候 欢送你老师走的时候 你校长有在吗 有啊 有啊 OK 这样我们来讲啊 欢送到很多 很多校长 什么来的 欢送到很多校长 校长都全部 退休了 你是欢送校长 比较多啦 而不是老师啦 OK OK 来我们看 一开始 我们的交办 这个是我们的答案 我们的卡拉网 今天是交办 卡拉网 不要操线 我们看一看 我们今天答案 如何去写 这个东西 OK 这个讲法 第一个 你可以看到的东西 这样子讲的 就是说 一开始 你就放一个 如果你是马来朋友的话 你可以讲 但是你是那个华人学生 你就写 不用操线 你的这个所谓的 大会主席 因为他是负责搞 这个欢送会的 搞欢送会不是小事情的 是这个大事情的 然后你可以讲 这是开场牌 OK 就是说你要这样讲 你要记得一个概念 就是说 如果你现在是写着一个 所谓的作文 你的一个字章 这个纸张里面 你一定要第一句是开场牌 讲大家好 谁是谁 大会主席好 校长好 还有那个所谓的学生好 可是你可以看到我这边 我叫你不要操先的原因是因为 我有写到大会主席 YES 我有写到老师 YES 我有写到学生 YES 但是我没有写到校长 所以这边是不够的 是不够的 我们还要交到一个校长 所以我叫你们不要操是有原因 一个纸张 你要欢送会的对白 你一定要讲大会主席 校长 老师 还有这个学生 然后才讲你的那个重点 这样的东西 所以这边签一个是谁 签你的校长 这个所谓的Guru Bersa OK 不要操先 真的是不要操先 那个所谓的那个 Di Komati 讲了 OK Yang Mulia OK Yang Mulia 也是可以大 可是你看清楚这边 OK 那 不要操先是有原因的 为什么 因为我们每次讲校长的话 我们一定要很有礼貌的跟他讲 一个所谓的尊重的校长 陈老师 尊重的校长 红校长 红副校长 类似这样子 OK 一定要讲那个校长的名字 所以你看这边 Di 我们通常是放在 这个校长那边 Yang Mulia 我们是放在 那个大会主席那边的 OK 所以你要开场牌的话 你要开队 就是你要讲 大会主席 Yang Mulia OK Yang Mulia 就是那个所谓的 伟大的 那个大会主席 OK 伟大的大会主席 说名字 你要交代 OK 比方说 恩切 Abdurrahman 一个名字 恩切 Abdurrahman 一个伟大的大会主席 然后下一句 就是那个所谓的 那个被尊重的校长 你一定要讲一个名字 maybe 一个女生 关 Salima 这个名字 然后 这个 Guru Guru Yang Dikasehi 或者是 Guru Guru Yang Dikasehi 这个就不用讲 OK 可是问题是 我不要叫你操线 我叫你不要操线 原因是因为 你只是一个 学校的班长 你不是老师 跟他讲 拜拜 你是学校的班长 你是学校的班长 你还可以到我讲的东西 你是班长 所以你为什么 可以写MuriMuri的 OK 你是老师 你就可以讲 学生们 大家好 可是问题是 你今天站在的立场上 你只是一个班长 所以你要换 你不是写MuriMuri 反正是写朋友 朋友的国语教 来学生们 朋友的国语教 Rakan Rakan 很多人讲Kawan 但是for这个情况 我们要写Rakan Rakan 所以你要抓重点 OK 你的重点是什么 你重点不是说 你是老师 要欢送那个老师 你的重点是 你是一个学生 要跟老师讲 谢谢老师你的存在 所以我要讲座 先讲大会主席 再讲校长 再讲这个所谓的老师 才讲我的朋友 我没有这个资格 我只是一个学生 我是一个班长 你要记得你的概念 OK 好了 先抄先这个句子 先copy先 明白吗 洪恩 了解吗 OK 所以你是一个 我朋友洪恩 我最喜欢这个 OK 确定行白 你说这个就可以了 OK 这个 OK 潘春庸 你的那个video 跑去哪里了 你开camp 就离开了 是不是 OK Recording in progress 所以我们现在看下一个点 迪西尼 OK 就说在这里 这个不要操心 你在这里 你要跟你的老师讲拜拜 可是你看我这边所讲的东西 就是在这里 我要跟你们讲一声 所谓的感言 就是要跟你们讲一个 所谓的感言 就是说我要很珍惜你 很感谢你 你可以直接一次过 我认识 那个所谓的 出大案 terima kasih kepada 这个所谓的 所以我们看 今天在这里 我要跟你们讲 一个一千万的 一百万的 那个所谓的谢谢 给我们的 这个是你的对象 就是要离开的人 要报告 报告就是即将 报告就是将会 或是即将离开的 即将离开我们的学校 把的布兰的办 所以这个是一个 宣送会给他 所以这一段你们先要先 然后下一个就讲 你的感受 你的感言 你的感受 你的感言 你可以讲这个 Para Hatirin 讲 Dikasehi 你可以说 Para Hatirin Yangdikasehi 这个一定要写在左边 这边 Para Hatirin Yangdikasehi 我很庆幸 可以作为一个学生 什么什么什么 但是下面的 我要改一改先 OK 你们先抄这个东西先 OK 这个 啊 OK 当你今天要开厂牌过后呢 你又讲 Sire Pashuku 我非常的 Pashuku 什么叫Pashuku 学什么 进阳帅哥 什么叫Pashuku 会不会 yes or no 罢了 讲yes or no 罢了 然后讲意思 no 就讲no 那个 Lekky 什么叫Pashuku 懂不懂 Cheris 懂意思吗 Pashuku Pashuku Jeris懂不懂 有什么 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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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荣幸 荣幸 very good 或者是庆幸 我非常的庆幸 啊 庆幸 可以怎么样 就是我们的这个 所谓的 庆幸 哦 找到 我很荣幸 我很庆幸的 怎么样 就是变成了 其中一个 Jeku Lin 的一个学生 Yangmanrupa Soranggurubasa English OK 不单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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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个所谓的 ilmu yang diberikan oleh Cherku Lim Tertapi NASIHAT DAN DITIKAN Cherku Tertapi NASIHAT DITIKAN Cherku JUGELAH YANGBENTUK KEPERIBADIAN SAYE YANGBAIK 全部的 KEPERIBADIAN 就是说 我的这个 所谓的 KESING 就是说 我很感谢 这个老师 因为他给我一个 好的这个东西 就是好的 这个个性 好的态度 之类的 然后这个就是 我们的写法 来 写下去这个东西 然后下一个 我们要讲 这个老师 日常所教的东西 他到底怎么样 对待你 然后下一段 多一段 我们讲老师 就这样的 搬去 Sarawah的一个学校 当副校长 我们希望 老师的那个成绩 一样的 拿到很好 就是说 希望他人生里面 更加的快乐 之类的 OK 好了 下一个